第二章 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他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全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博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 又次及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失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小荣耀归与父上帝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经 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门徒如明光照耀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偽 在这弯曲 拨茂的世代 作上帝 无瑕疵的言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象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我以你们的信心 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萧殿在其上 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保罗称赞提摩泰 我靠主耶稣 只望快打发提摩泰 去见你们 叫我知道你们的事 心里就得着安慰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 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但你们知道提摩泰的名证 他兴旺福音与我同怒 代我像儿子代父亲一样 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 要怎样了结 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但我靠着主自信 我也必快去 然而 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忽提 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我的兄弟 与我一同作功 一同当兵 是你们所差遣的 也是供给我需用的 他狠想念你们众人 并且极其难过 因为你们听见他并了 他实在是并了 几乎要死 然而上帝连述他 不但连述他 也连述我 免得我悠上加悠 所以我愿发急速打发他去 叫你们再见他 就可以喜乐 我也可以小歇幽受 故此你们要在主里 欢欢乐乐的接待他 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因他为作基督的功夫 几乎致死 不顾性命 要保证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